這是模擬我們透天住宅的一個樣式 事實上在透天住宅裡面 我們最害怕的是低樓層火災 為什麼是低樓層火災 因為當低樓層如果發生火災的話 它的火煙熱容易往樓梯上去蔓延 而形成一個所謂的煙囪效應 造成在樓上的人來不及逃生 或者是無法逃生 所以我們一般鼓勵民眾在家裡 應該要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告器 我手上的模擬就是火災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煙 我們把它模擬當一樓發生火災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被加熱的煙因為它的密度會比較低 所以它整個煙會從樓梯 也就是我們透天住宅的樓梯 由下而上往上升 而我們家裡這時候 如果有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告器的話 比如說在我們的書房、客廳 或者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樓梯間等等 如果有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告器的話 當它感測到火災的煙 或者感測到火災的熱的時候 它就會發出警告聲音 提醒我們 及早一遍 及早逃生 及早去進行一些 一些人命疏散的工作 相對我們的獲救機會 我們一些人命傷亡的機會 相對就會比較低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鼓勵民眾 要去裝住宅用火災警告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家裡除了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告器以外 家裡的可燃物的控制 包括我們家裡不要堆積液爛物 或者是我們家裡面 不要使用一些耐燃的一些隔間 液爛的隔間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要特別去注意的 所以我們鼓勵民眾 在家裡可燃物減少它的堆積 同時呢 也家裡盡量使用一些耐燃 或者是不燃的隔間 如此當火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避難 我們才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火災的逃生 以上跟大家分享